第41集 不完美的逃亡 大女王出惯了 我的女王 我亲爱的老婆大人 欢迎回来 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等你出来 闭关修炼真是个漫长的过程 你也许担心会失去权力 不过你现在回来 闭嘴 我看你倒是一点都没变 是 当然 我先等你好好熟悉一下环境 你感觉差不多了 我们就把一些事情认真商量一下 比如说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们的继承人 我的 我们的 儿子在哪 我会告诉你的 他现在很安全 快召集我的盟友 我要知道这段时间五周药道上发生的所有事 没问题 这边请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 我生来就讨厌虚头八脑的那一套 我们不能让敌尔一个人去对付大大王 我们得尽快赶到金铁州 看看地图上怎么说 最可靠的路线就是走回原路 可是最近的那条路在那儿 穿过广阔的无人区 不 千万别选那条路 那条穿越无人区的路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 那有多危险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才叫无人区 好大一片 可它仍然是条劲道 这是以前没有人走过 不不不 孩子们不是这样的 能快速走过的路才叫进路 你们选的那条路特别难走 那条路你们得想办法走过去 问题是进入无人区 你们可能没法活着走出来 这么说 一路走过去还真是刺激啊 如果你们都像我一样会飞就好了 在空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地方有危险 飞行当然比走路快多了 这么说 我们一定要飞到那里才行 那你怎么飞 给自己按上翅膀吗 嗯 有可能 或者有类似翅膀的好东西也行 抓住他们 快 进来 嗯 这气味太难闻了 难道你想被打打王的那些手下给抓到吗 好吧 那我们进去吧 这地方真是臭死人了 别告诉我你喜欢这个地方 不是 发现别的法律 也是我的超能力 我爸妈应该就在附近 你们走那边 我走垃圾滑子 我们得从这里出去 快点 别急 我有个主意 烈火之力 快送 你们为什么老跟着我 我不是说了分头找吗 现在好了 让他们给跑了 闻起来实在是太美味了 说的没错 开启 真是太酷了 能准确到达 看来我现在的传送掌握得不错 你确定我们没来错地方 我爸妈在这边 处了一堆垃圾 这里还有什么 一个飞行器 它肯定很久之前就坠落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修不好了 当然了 看看这个 帅呆了 这下好了 有你在我身边 我安心多了 我真是太激动了 只是你的椅子还没坐好呢 就委屈你先 这 嗯 什么 真是的 你居然敢 这是什么座椅啊 根本就不是了 你说什么 我是说 你你回到我身边了 我们在座团聚的感觉 真是太好了 哦 这是当然了 这五个州 有几个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哦 那五个州吗 有这个 就只有这个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幸亏我早有应对之策 那两只鹿精灵怎么样了 有了他们 那超级武器就无人能敌了 这个问题是 他们的能量有点快好干 好干了 你居然毁了我的小鹿 哦 放心好了 我找到了另外两只 那个迪尔就是这两只鹿的儿子 他可是所有小鹿里面最厉害的 嗯 好极了 立刻把迪尔带到我这儿来 呃 王大明随时可能带他一起出现在这儿 大王 我跟丢了 哎 婶婶 你这一脚睡得怎么样啊 你说呢 跪下 我能感受到 爸妈就在附近 这是吉亚 我最近结交的烈火周来的朋友 太荣幸见到你女王 嗯 我总算亲眼目睹了这个王国女王的真正智慧 还有美貌 呃 还有 你还记得从陵墓周来的诺尔吧 呃 哦 还跟以前一样有个性 其他人也正正在路上 好极了 黑暗武士一到 我要立刻召见他 好 不过这个嘛 他不会 什么 他不肯来吗 为什么 呃 那个讨人厌的路精灵敌儿 把他给 把他给 给打败了 真是很不幸啊 黑暗武士对我 有特殊的意义 现在 我刚有理由抓住那头路了 我要为他复仇 几百黑暗武士 几百黑暗武士 你不也出力了吗 你在说什么 呃 我这说 没什么亲爱的 嗯 嗯 嗯 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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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他们在这儿 烈火之力 传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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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爸爸 敌儿 孩子 你终于找到我们了 我 我想死你们了 看到你平安 真是太高兴了 啊 退后 我把你们救出来 烈火之力 烈焰融化 啊 哦 你看到他的烈焰超能力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儿子 谢谢你敌儿 真为你骄傲 他在这儿 快去地牢 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哦 他叫如意 很高兴见到你 我们得赶快换个地方说话 这边 快 不好意思 我们得赶快走 千万别让他们跑了 我们怕是逃不出去了 角鹿 给我站住 看我呢 烈火之力 不 这东西零件可真多啊 我们怎么才能让他鼓起来呢 莉雅 看你的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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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是哪儿啊 嗯 这地方也太黑了吧 你们好 啊 啊 别抓他们 抓我吧 趁这达大王的人还没有找到你们 我先把你们给抓了 什么 跟你们开个玩笑了 我叫左是个好滔铁 我不和他们一伙 我可以帮助你们 谢谢你左 我是 你就不必自我介绍了迪儿 我们这里的每个滔铁 早知道你是谁 而且 我还希望你帮我们阻止大大王呢 跟我来吧 我早告诉你了 敌儿狡猾得很 我以前也差点抓到过他 但是 没有但是你是王室的耻辱 你把整件事情都搞砸了 过了极牙 我有个计划 啊 好的 遵命 真是的 又不是只有他才有计划 哈哈 快走 妈妈 爸爸 事情那么大 我们去看看 有什么问题 顺便解决解决 快看 再会 先帮你所做的一切 我们的乖牦牛儿子 我们会想你的 再见妈妈 再见爸爸 等我们打败达大王 我就立刻回来